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您的好朋友 蹦蹦 观看本期的周时常识 中秋节有哪些习俗 一 赏月 来源于祭月 延续的祭祀变成了青春的欢愉 民间中秋赏月活动 大概开始于未尽时期 到了唐代 中秋赏月颇为盛行 二 祭月 在古代有秋末 西月的习俗 西月即祭拜月神 设大香案 摆上月饼西瓜等疾病 其中月饼和西瓜 是绝对不能少的 三 燃灯 中秋夜灯内燃烛 用绳系在竹竿上 高旋于瓦盐或露台上 或用小灯气成 字形或种种形状 关于家屋高处 俗称树中秋或树中秋 四 关潮 在古代浙江一带除中秋赏月外 关潮口味是又以中秋盛世 中秋关潮的风俗由来已久 早在汉代梅城的七法覆中就有详尽技术 五 猜谜 中秋月圆夜 在公共场所挂满许多灯笼 聚在一起猜灯笼上写的谜语 因是多数年轻人女喜爱的活动 在这些活动上也传出爱情佳话 因此中秋猜灯笼 也被衍生成了一种男女相恋的形式 六 吃月饼 《落中记文》记载 唐熙宗在中秋节吃月饼 感觉味道极美 便命御膳房用红灵包裹月饼 赏赐给新科警士们 这可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关于月饼的记载 七 饮桂花酒 每逢中秋之夜 人们仰望着明月 闻着正正桂香 摇向无钢砍桂 喝一杯桂花蜜酒 欢迎合家团圆 以成为节日的享受 综上就是有关中秋节的美好习俗介绍 其实中秋习俗各地都有其特色 如果你有时间 不妨带上家人一起去其他地方 感受一下当地是如何过中秋节的 好了朋友们 感谢关注者是常识 了解更多常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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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